本视频由转转二手交易网赞助播出 家中闲置 别浪费 上转转二手便成钱 Welcome to Interesting 我是你们的小宇 大家小时候肯定吃过果丹皮吧 酸酸甜甜的拿在手里可以吃好多 不但中国有这玩意儿 欧美也有 连做法都一样 但是有一群年轻的荷兰人 用果丹皮的做法将废弃水果做成皮革 甚至裁剪之后制成了实用的皮包 又从荷兰路特丹市Bannerotter广场说起 每逢周二和周六 这里会举办全荷兰最大的露天集市 市场上最多的就是各种水果 每次集市结束之后 都会有大约3500公斤的水果被浪费 为了解决废弃水果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浪费这个问题 六个德库宁学院设计专业在读的荷兰学生 专门收购了这些废弃果书 并将它们制作成一种新材料 水果皮革 这些从市场带回来的水果 首先需要经过筛选 分类 去核 切块 煮肺等一系列流畅处理 然后开始搅碎 霍云 抹在板子上 晒干后就得到了一大块果蛋皮了 在经过特殊处理之后 这块露特丹果蛋皮 就已经完全被驱除了所有细菌 绝对不会腐烂 还任性十足 在进行任意切割塑形之后 就扮成炫酷的水果包包 自带水果芳香 带出门回头率百分百啊 这个用烂水果制作水果皮革的创意 真的是绝妙 新鲜水果可以卖 卖不掉则成包包 身价翻倍 以后会不会出现水果皮革的衣服 帽子 鞋子等等呢 把各种水果穿在身上的感觉 还真是让人无限遐想呢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到这些水果皮革会船呢 毕竟它看上去真的很像果蛋皮呀 嚼起来应该也很劲道吧 欢迎大家进行 interesting 好吃好玩有趣斗逼的东西 我们这里的朋友们都有 没时间解释了 快上车